字幕提供 第二天 我沒想到為什麼會變得變,但我會變變變 天氣非常好 由我們叫海國王子J 開車去 我們將它開三小時到海邊 到時會有些很特別的事情發生 到時再拍給大家看 沿著海邊我們開了兩個半小時車程的時間 就向這個縮挫 這個地方叫縮挫的地方進發 那中間當然很餓 我們來一個地方很出名的 這隻魚 這隻魚呢 它們怎麼做呢 就是在海邊走回來之後 就會製作成這樣 好像做了出來 好像日本的鰻魚飯 現在沒有看過很硬 一會兒我們吃的時候 就會把它煮得很軟 這裏出名的是什麼 魚湯飯 現在很期待試一下 是什麼味道 不知道能不能聽到我吞口水的聲音 現在的魚來了 當然有很多泡泡在這裏 我現在急不停不吃 好 根據韓國先生 吃飯的時候 這樣搖一下它的時候 會怎樣出來的效果就是 飯就會鬆開了 不會黏著我的碗 首先呢 阿J教了我兩句說話 第一句就是 Imo iboyo 即是Auntie你很美 第二句就是 Machisayo 即是說 很好吃的意思 我發覺呢 拍食物節目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特別是在這個冬天時間 就是東西會冷得很快 還有呢 因為我們只有三個人 無視兵師的時候 基本上一來到就 這個狼吞虎宴 就馬上已經吃完了 所以沒有東西很低 我再說一次 這裏就是一個特別的魚 這個魚有什麼好呢 首先對胃好 對胃好 對胃好 對肝肝好 這是海魚來的 我看上去吃的味道 有點像柴魚 魚的真身就是這裡 它曬乾座 很大群 就拿到山中間 曬乾它 就備用的 你看到這一包包 看上去 好像鰻魚 吃下去的口感 是乾一點點的 魚湯很好吃 這間很出名 通了37年 接下來我就要練習 我的韓文 Imo iboyo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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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魚市場 因為夜的關係 很多店鋪開始收檔 所以我快點帶大家看一下 這裏跟東京的築地很相似 魚是很便宜的 因為牠們在魚湯直接帶過來 首先因為看到這裏很特別的魚 你看見嗎 原來一條很大條 這裏叫做 跟我們香港的土匙 它養得差不多 土匙 對 這裏有一個 很大 好像一個土匙 很便宜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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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金一條 還有其他很多玲瓏鬆鬆的魚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你看見 賣魚的地方 很多都是女性 和東京足地不同 因為傳統的韓國 男性是穿上海打魚 而女性負責在這裡賣 韓國的魚市場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和牧館不同的就是 我們其實 任你之中 最適合的香港人是 最適合自拍和拍照 但這裏的韓國人 不會說 不准拍 不准拍 我們現在來到 竹草的地下魚市場 地下一層 你見這裏 什麼種類的魚都有 因為很新鮮 它是魚夫 一打上來 立即放在這裡 所以價錢也會低很多 有長腳蟹 很多背類 不同的魚 很多人買了 你見這裏馬上 在那裏煮來吃 不單是刺身 亦有火鍋類 旁邊這裏 亦有很多 攤檔買乾貨 有什麼好處就是 一覽無遺 而且它在地下身上 所以這裏相對是很和暖 除了這裏衣服就可以了 但你見到這裏 有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增加價錢 所以是要講價的 由於這裏 都是全部講韓文 不如我教大家 講一句韓文 就是GaGaChu Se O 只是講GaGaChu Se O 是沒用的 你要加上這個 這個動作 當你有搖身搖細的時候 就可以拿到便宜支扣 試一次給大家看 GaGaChu Se O 如果忘記的話 GaGaChu Se O GaGaChu Se O 通常立刻發現了好東西 所以馬上介紹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野生蠔 野生蠔 不是養殖蠔 價錢是1kg 5,000W 大概是3元美東 香港人最喜歡吃什麼呢 蟹類 黃帝蟹 這是其中最厲害的一隻 但有分種類 紅色是韓國本身的 有15元美金一隻 新是比較小的 另外一隻青色一點 大隻一點 大隻一點是50元美金 而這隻進口 俄羅斯的 大約200元美金一隻 當然大隻很多 怎樣啊 我摸了 我忘記怎麼說 現在可以說是機航交壁 因為我們沒有遇到玩到這麼晚 看了這麼多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找一個地方 解解凍 看看有沒有地方睡 來到這個地方 它又說需要14萬W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格格格低一點 還有明天我們可能會出海釣魚 剛才來到這個 江沙行 生魚片一條市場 這裡可以看看有沒有地方 可以租船出海 釣魚給大家看看 吃梅豆 好 現在大廚馬上 馬上在創新鮮的左後魚 還有另外一條魚 快點拍給大家看 待會上桌的時候 就齊齊有得吃了 剛才我們看完師傅做刺身了 但主菜上來之前 上面這裡已經預備了很多東西給我們吃 究竟上面有什麼東西呢 好,你把魚放在乾裡 所以常常會吃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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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這…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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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先把頭拿出來 然後把頭部拿出來 這麼多 然後 OK 滾一滴 好 好吃 風捲茶味吃完之後 再來一個冷的魚生麵 我以為已經是一個味性 怎麼知道 高處還未算高 再來一個Hot Pot 再加Kimchi 再問我們吃不吃飯 現在才開始正菜 因為我有一點想反逃的感覺 繼續努力 我經常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道菜 和多少樣的食物 我想說的是 如果很多朋友說 海外沒什麼東西吃 來來去去都是吃什麼 BBQ BinBinBak 人生雞 我告訴你是錯了 因為好像我自己不吃肉 如果你說是吃齋菜的朋友 你可以說是天堂 因為它的Kimchi 種類多到不得了 如果送飯和飲食 是非常好吃的 如果你吃海鮮 可以說是天堂中的天堂 我告訴你 我吃了這麼多樣東西 兩條新鮮的魚 再加一個 竹 泡菜飯 魚骨 煲湯 全部加上我們三個吃 都只不過是600元 還未算我們吃蠔 黃底蟹 之後還有很多很多的食物 所以這個海鮮真的非常好吃 所以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來吃海鮮的話 韓國絕對是一個天堂 我們在海鮮裡 我們在海鮮裡 超級的 超級的 我愛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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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人 他們很瘋 我愛他們 現在是兩時小時 兩時 我拍攝這下 我們就要拍攝 我們去看看 我們應該要很累 我們應該要很累 我們應該要發瘋 很累 但是 他在海鮮的蝦 因為 他陪了它太難了 他的脖子 他都在燒烤的 他的沙漆是焦掉的 他都很累了 他都很累了 他都在乘的地方 他都在乘的地方 但是我都不明白 他喝了咖啡 他喝了咖啡 他吃了咖啡 他不想睡 他不想睡 我都不想睡 我都不想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